前两天在朋友家吃饭 尝到了一道新鲜菜 嫂子用了个化眉配排骨 做了一大盘的化眉糖醋排骨 那个味道还出奇的好吃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 砍好的排骨清洗两面之后 冷水下锅给它焯一下水 来上几块姜片 撒上点料酒 焯水的时间 我来准备几块姜片 水已经烧开了 把煮出来的浮沫给打掉 水开三分钟后 把它捞出来 放到温水中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杂质给洗一洗 洗尽的排骨放在立篮中备用 锅中下手水油 加入一点冰糖 我们来炒一点糖色 小火慢炒 不要心急 小火慢慢熬 把它炒至变成琥珀色 好了糖色已经炒好 把我们的排骨放进去 快速翻炒均匀 把准备好的姜片也放进去炒香 炒出香味后倒入适量的开水 再调入适量的盐 生抽 白糖两勺 化煤十来克 把它拌均匀 拌均匀后盖上锅盖 调小火焖煮四十五分钟左右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哇一股特殊的香味 来上点米醋 现在把火调大 把汁收干 已经脱骨了 可以了 水分几本收干 关火出锅 这道化煤糖素排骨做好了 偷骨入味的排骨 融入了化煤特有的香气 吃着都让人回味 建议大家做这道菜 排骨千万别买手了哦 下火 请不吝点赞 bowls 解决